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个乐团始终都不能够演奏出令人满意的乐章 这时候托斯卡尼尼他又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来帮助交响乐团 能够进入到海这部名曲里面的一种气氛里 结果呢托斯卡尼尼正当他绞尽脑汁苦无出路的时候呢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好大的白手帕 托斯卡尼尼他把那白手帕往空中一抛 然后要大家注意看 大家只看见那张大手帕剑刺舒展开来 就好像是降落伞一样 慢条丝里的徐徐地落在地上 托斯卡尼尼说 这首《得不惜的海》的意境 就像你们刚才所看到的 此时大家都已领悟 随后整个乐团 就从托斯卡尼尼完美地演奏出 《得不惜的名曲海》 以上是托斯卡尼尼他教导有方的故事 其实在早先托斯卡尼尼 他和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大师 卡里尼学大提琴的时候 卡里尼就已经发现了 托斯卡尼尼他那全力以赴的坚持 有一次 卡里尼他拉了一首 自己所做的尖声的乐曲 给托斯卡尼尼 然后把乐谱拿走 要托斯卡尼尼再拉一遍 结果第二遍呢 托斯卡尼尼竟然把 卡里尼所做的曲子 一点也没错的 拉完了 这一点让他的老师 相当的惊讶 很多书上写 那是归功于托斯卡尼尼 他超强的记忆力 但德人并不认为如此 除了记忆力之外 在那种当下的全神贯注 我想更是托斯卡尼尼 他那成功的元素 又有一回 托斯卡尼尼 他在指挥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指挥完之后呢 全场可以说是掌声雷动 而顺势按照惯例 托斯卡尼尼 他会向观众挥手致意 要大家不要鼓掌 可是他越是如此表示 观众的掌声是越来越响亮 拍了很久才停下来 等到大伙都安静下来之后呢 托斯卡尼尼 这个时候才对台下的观众说 各位 这都是贝多芬作品 本身很好 而不是我的功劳 我们也由此可看到 托斯卡尼尼 他那不拘功的谦卑特质 当托斯卡尼尼 他八十岁的时候 有一回 他的朋友问他的儿子说 你认为 你的父亲 一生里面 他之所以有 如此伟大的成就 关键在哪里 最贴近托斯卡尼尼 做近身观察的 他的儿子回答说 在我父亲的眼中 没有所谓的 最伟大的成就 他只不过是 当眼前 在做些什么事 他就把它当作是 最重要的事 不管是在 指挥一个乐团 或是在 拨一颗橘子 我亲爱的朋友 最重要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做 现在 在做的事 都会说 所以 我们开始